當這個病院是接到受力臺立黨的國安 主要緊急來做處理 中間病院是設立一站式的體系 國科醫生可以到同一個醫療站來看見 而且也跟衛生護理部 法務部經濟宿典單位合作 來成立了理小的保護中心 全面照顧立黨少年朋友的款領 台灣軍事黨理小受力臺通報領所 平均每年197.8萬人 其中醫生臨萬通報大約5千人 中間醫療體系通報就賺了1.5% 中間病院就要設立立法一站聖門診 結合到立黨心境內科、學建科、藍科和心理科 上16個立黨處長科 提供各關心心靈的全面照顧 以及獨保保護應對總關懷合部 我們成立了一個團隊 從兒童內科、呼吸症狀科、復健科、性治療科 各方面變成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我們還走出去 對於這些招呼機構我們都有長期的追蹤 我們還各個的教育體系 部件的7個整合中心 在第二期我們已經完成了11家的兒哨的區域 兒哨保保護的區域醫療整合中心 委託部署長在立立分工 過期遇到數量的案例 大家都以為只有一天的事情 其實是掌握到每一個單位 中間病院當處長翁水會的合照和支持之下 在立公議半年 先在立立小保護中心 並跟委託部、法務部經濟肅定共同合作 建立各行博物資金和專業告載 並在全國訓練三千個經濟學院 那我想兒哨案件是人審共分 每一個環節都要類管 當成一個重大案件來起來整辦 長翁體系跟警政部門在社安網簽了一個MOU 針對這個兒哨案件召開了研討會 訂定了而且編輯的兒哨教材 以及相關的教寫影片 這讓我們基層第一線處理兒哨同文 受用無窮 除了醫療在基礎當中的海洞 新生活店有萬需要醫療專業的支持和協助 中央李小保護中心 由醫師、護理師、治療師、生理師組織合部團隊 領域到安地基礎 提供新生活用改造給治療和支持 新醫療離開安地基礎 中央李小保護中心 身體將對各方提供性外貴 做出的費用、合照費補貼 讓李小保護專領醫療照合模式 無標來邁進 以來大家會用台北採訪報道